二子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成都绘制动力的刘德宝 咱们这次课呢 主要是学习一下这个UFT当中酷函数的使用 那么酷函数呢 我主要是分成两块给大家讲 第一块讲的是叫全局酷函数 也就是针对我一个test来讲的话 所有的action都可以使用这个酷函数 那么另外一块呢 是讲了这个通过代码的方法调用VBS的酷函数 那么呢这个调用的方法呢 是下这个讲 这次课咱们就讲一下全局酷函数 跟之前一样 我们还是以这个代码的方法给大家做展示 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根据这个什么代码来 根据这个流程来走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呢 我们用VBSedit写一个函数 因为我们以后啊 做出事好多时候都是用什么样 VBS编程 写成了一个VBS脚本 到时候呢在框架当中去调用它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经常会用到VBSedit这个工具 首先我们写一个什么shop过程 没有发挥结果的 假如说是打印一个支付串吧 要这么一个过程 你们定义一个变量 可以传进来一个参数 然后呢把这个什么样 变量输出来 按着什么样 shop结束 那么我们测试一下 hello 是吧 就要注意的 执行这个VBS脚本的时候 大家把这个360杀毒软件放一下 都关掉 否则它可能会当着病毒 执行一下 大家看一下 输出来 是吧 OK 那我把这句话就干掉了 把它保存成一个VBS脚本 假如说我们放在c盘 叫print什么 message 是吧 print message 好 保存完毕 那假如说它作为一个公共的函数 那么我们在预言复体当中怎么去调用它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全局调用 大家呢 其实呢 比较简单 就是通过资源加载的方法 我们先进一个加本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然后呢 我们在file里面 文件设置里面有一个资源 在这个地方呢 你点什么 尖掐 找到你对应了什么样 加本所在的路径 好 这里面它有句话说是 所以问你是不是要把它转为相对路径 这个其实你是不是无所谓啊 你可以转一下啊 这样的话在以后脚本应用的时候 可能会容易一些 那这里面呢 我觉得你可以什么 默认识继续行 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的 就是关联的扣函数啊 它是从下往上执行的顺序 也就是说你最先排在下面的这个扣函数的话呢 那么呢 它会先去执行去调用 所以这个顺序大家知道 应用 确定 搞定 接下来大家看 现在我只有一个Action 那么我再新建一个Action 大家看一下效果 Action2 好 Action1 Action2 它执行的流程是先执行Action1 再执行Action2 那么我在Action1当中去调用刚才这个扣函数 TFMessage TFMessage好像是是吧 大家看已经自动提醒出来了 Action1 好 接下来我到Action2当中一样的来调一下它 好 好我们执行一下看看效果 好 Action1 Action2 没有问题 对吧 没有问题 这个实际上是实现了一个全局的 也就是说你在文件设置这里面加载的这个Resource 加载这个资源 它是针对所有的脚本都实现了 不管是Action1 Action2 就两个操作 不管是E和2 都是可以的 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直接调用 这个是全局设置 那么对于一些公共的比方日制的这个输出函数 或者是这个测试用率的读取 或者是截图 或者是一些处处化环境 对于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公共函数 其实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 来做这个全局设置 做全局设置 所以这个呢 大家呢 要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如果在我们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 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单子写出了 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什么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置 也就是说对于一些公共通用的 可能几个脚本当中 几个Action操作 几个页部过程当中 都需要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就把它作为一个全局的酷函数 引用过来 只要在这个file下面 文件设置里面加载这个资源 然后呢 你在这个代码里面就可以写对应的函数了 所以说这个呢 是一个比较方便的方法 也不需要把所有的函数 写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OK 这个呢 是设置我们的全局酷函数 那么下时刻呢 给大家讲一下这一个 怎么去根据每一个Action 调用一个函数 好 咱们这次就先到这边 这回来 我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